为何说熊果旧炮是竞速神器?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熊果旧炮 种植冷却时间 时间码计算20秒 种植所需阳光150 所属分类 穿透系 当僵尸出现在熊果旧炮前方时 熊果旧炮会发射滚动的熊果炮弹 炮弹会攻击一整行的僵尸 一阶向前方发射一枚会穿透一整行僵尸的炮弹 二阶提升攻击力 有10%概率发射两枚炮弹 一发直接在植物下滚动 一发飞行两格后再滚动 三阶提升攻击力 有20%概率发射两发炮弹 四阶提升攻击力 根据实际测试 很多次的综合结果 种植时释放大招的概率为80% 五阶提升攻击力 有一定概率发射一枚巨大的黄金炮弹 不仅会攻击沿途僵尸 也会击退中小体型僵尸一格 大招效果 发射多个雄过炮弹 方向分别为斜上正前方斜下 轰隆隆向前击飞僵尸们 中体型以上的僵尸步行 对于不能击飞的僵尸会造成伤害 专门效果 其他的和普通大招一样 就是炮弹的效果带有火焰 所以造成的伤害也就更高 触破关卡复兴时代第四天 整体难度不高 可以比较轻松的通过 主要获取途径 其实获得途径挺多的 密宝团购现实宝物 消费礼包 地图礼包等等 其实这里说这么多 最主要的获取方法还是 988的钻石地图礼包 经济有实惠 至于斩钻石嘛 下次小萨再来谈呢 熊果炮有个比较好玩的特性 那就是当冬瓜把熊果挣起来的时候 熊果炮的炮弹就会安然无恙的通过 不会攻击到僵尸 这一点符合物理常识 然而熊果炮弹又是能击撞飞行僵尸的 而且熊果的大招也能击飞飞行僵尸 刘盾就很无赖 熊果击破的炮弹是具有穿斗效果的 一打能打一堆僵尸 而且对上产歌也能造成伤害 但是很奇怪 穿透性质的子弹 小小僵尸居然能反弹 连墓碑之内的也是能穿透 但是遇到石像 直接就被灭了 熊果救炮是无尽竞速成绩 一阶就能够使用 主要是其能量斗大招 能够无视僵尸数量击飞 世界的话能够种植释放大招 那当然是极好的 所以无尽中熊果和磁砖的配合 那是相当的好用 最后总结 这是一株无尽神器 一阶即可在场上发挥较大功效 和吹风夹蓝不同的是 他的大招不限制僵尸数量 即便是后起之秀 比起兄弟的出现 也不会降低他的地位 一是因为熊果的大招路径范围更广 二是比起大招前腰太长了 在竞速中就很暗眼 并且非常次等级 得升至五阶才行 综上所述 熊果救炮值得理得拥有 零刻党988礼包就好 客进大脑世界冲起来 关于熊果的测评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万无极可测评 我是小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